经济部承诺造成污染的中国高雄后进厂 要在民国104年签厂 而在产业下游的大赦工业区的石化厂 也要在民国107年签厂 不过附近居民最近却发现了 有多家的石化厂继续在扩厂 根本没有签厂的迹象 所以今天当地五个里的里民 首度举行了联合的工厅会 要大赦工业区的石化厂 在民国104年就要跟中游后进厂一起签里 工厂大门旁新大楼正在兴建 远方的高塔上也有吊车和工人在施工 连这座帽子把烟的烟囱 外厂银架都还没拆 经济部明明承诺 高雄大社工业区的石化厂 民国107年就要签厂 但附近居民却发现 从去年底开始 有多家工厂都在扩厂 居民向厂方和市府查证证实多家石化厂 在去年高雄县市合并以前取得许可合法扩厂 只不过经济部已经承诺 石化厂的上游中游后进厂104年就要签厂 为何下游还要再扩充 居民担心长期污染地方的大社工业区 不会顺利签离 下午首度集结里民和厂方召开工厅会表达诉求 民众希望政府和厂方代表 在工丁会后能够达成协议 提早在104年 让石化厂随着中游后进厂一起牵走 还酝酿要控告政府堵职 竟然没有举办工丁会就允许扩厂 居民也提出民国八十二年 江炳昆任经济部长的公文 证明当年经济部已经同意 大社工业区将在民国一百零四年签厂 虽然在场的相关政府单位代表 无法给居民明确的答复 但居民都说 已经做好长期抗争的决心 未来将会持续的表达诉求 记者王介村许正俊高雄报导